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儿吗 这不广场吗 这也没房子呀 谁叫的搬家公司吗 谁叫的搬家公司 轻点啊 有联系人电话吗 打个动物 喂 喂 何先生吗 这不就是你找的吗 熊姬 你叫的搬家公司 搬家叫上为啥没有饭音 没事 没事 是你就行 我东西在哪儿呢 哪搬 班 你 你刷谁了 你这样搬啥呀 门儿 鱼儿 班 哎 兄弟 你我住在这儿 何先生 把钱结了 行吗 钱结了 你想搬什么就给你搬什么 行 行 喝 吕 还整给你 搬 给他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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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搬搬搬 你这是个座重啊 我来搬 这得口底是吧 你过来搬个梦啊 看下来 啊 搬个梦 搬个梦 口底啊 口底 口底 慢点啊 咋走啊 门儿 门儿啊 看见某 看上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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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慢点 提 喝 谁啊这是 谁啊 谁啊 好啊 不 钱的事知道了 拿着我谁啊真的是 行行行行 一会儿跟你说 我下面好多单子还 啊 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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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打剑 哎呀 奶奶跟你说过没有 这要有什么难过的事 你就说出来 啊 说出来 奶奶就知道 你为什么难过了 知道吗 说一个字 说 什么 什么 钟 坏了 你是说咱们家的钟坏了 没坏啊 奶奶带你看看去 她没坏 她停了 知道吗 快来 你看没有 每天没日没夜地走 走了那么长时间呢 你看她走不动了 你看她走不动了 你得帮她一把 知道吗 给她上上弦 快 奶奶教过你 快 奶奶教过你怎么做 怎么上弦 知道吗 上弦 上弦 这儿 对对 那手拖上去 拖上去 拖上去 好好好 好 快听听这 听听这 想了没有 想了没有 记住了啊 两天上一次闲 两天上一次闲 这孩子怎么有白头发了 奶奶给你揪 揪一根 你别躲呀 还有一根那儿 刺着呢 疼了疼了 快来 奶奶 奶奶给你揪 来来来 奶奶看看 看看这头发上 还有根白头发 哎呦 大森子真精神 听见了没有 早上九点钟了 听见了吧 该干什么了 好好想想 该干什么了 对了 锻炼身体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孙子真好 该干什么了 下边 想想 自己想想 你看看 画的是什么 啊 看看 吃烧饼 对啊 吃烧饼 下边 你要去买烧饼 该锁什么了 啊 门 哎呦 真好 快 锁门去 让奶奶瞧瞧 哎呀 你是关门 没锁门 快进来 奶奶告诉你 这门怎么锁 你看没有 这个小牛得 嘎嘎 然后再一拉 有嘎嘎这声呢 才是锁上了 才安全 知道吗 你拉一下 听见嘎嘎了没有 自己来 进来进来 你自己看看 试试 要能听见嘎嘎声了 就安全了啊 哎 早上这几样 你都记住了 好 晚上 晚上该干什么了 哎呀 睡觉 你这孩子 你看看 睡觉之前 你该干什么 啊 看看 刷牙 快下来 好好地把那牙刷上 奶奶好好看看 你这牙呀 不能对付 看看你怎么刷 把那个 红牙刷好好找找啊 红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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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剑呢 咱们就拿这牙刷刷就行啊 拿这个牙刷刷就行 大剑 大剑你可别打自己了 大剑你别打自己了 大剑呢 大剑 大剑 你千万别打自己了 长不长了 长不长了 来 咱们画 咱们画那胡牙刷 画那胡牙刷 不就有了吗 你画吧 快 快着 画下来就有了 来来来 在这上画 快 一个长长的伴 长长的伴 还小 鬼弯呢 鬼弯 对对对 鬼弯 对对对 大剑呢 大剑你听着啊 奶奶跟你说 不管什么东西 不管什么人 你就是再喜欢 他也不能永远跟着你 奶奶也是一样 奶奶真想跟你 一辈子可是奶奶做不到啊 奶奶做不到 把你舍不得的都画下来 撞到心里丢不了啊 画下来 对 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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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画 画什么呢 眼睛 画的是奶奶 啊 大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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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吧 你画吧 啊 啊 把你舍不得的 你都会画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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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 何先生 咱能不乱跑啊 不好意思 何先生 大姐 咱借一步说话 先跟各位师傅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是这样 我是社区福利院的义工 他是我们的伴者 伴者 他神经病吧 不是 不是 您不能这么说 他这个叫自闭症 他是有沟通障碍 他的智商完全正常 他说这是他家 这就是他家 这城市广场建成之前 这有一个大宅子 当时他和他奶奶 就住在这儿 后来奶奶去世了 他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了 他家是不是原来 有一个那个大座钟啊 对 他家有一座钟 他可喜欢了 来来来来 我想个范儿 何先生 他不是中庄给他比 不就行了吗 快快快 我明天再来班好吗 看看给何先生 送什么来了 慢点 慢点 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何先生你看 慢点 慢点 哎呀 就抬去 抬去 抬去 哎呀 好好 进大门了 好的 快来看 漂亮啊 识音中 你看看 有事有事 新的 新的 你听听 听听 咋样 没有妹 哎 好嘞 从那边 哎 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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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 哪 哪 哪来的 奶奶留下的 奶奶给你的 他跟我说了 他说咱们之后搬了新家 就把这新表挂上 新表 新气象 对对对 奶奶她就希望你高兴 对对对 看什么呢 兄弟们 挂上呀 挂上 你们 你们傻 啊 啊 新表 搬新家 啊 对对对对 我们是 搬新家 走走走走 慢着 慢着 慢着点 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哎呦 校车也不要了 真的是 怎 怎么了 beaucoup 哎呦 奶奶 搬完了 我走了 锻炼身体 烧饼 刷牙 忘不了 划下来 丢不了 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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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挑战嘉宾秦昊老师 也要特别感谢助阵演员秦山 李波 丁凯 朱淮旭老师 谢谢学徒范甜甜 谢谢各位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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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想知道总决赛的舞台上 你为什么要拿出这么一个作品来 这个作品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是一个很吃亏的 没有矛盾的冲突 没有激烈的情感的表现 我跟程如有同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巅峰对决的时候要选择这样一个很费力不讨好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与众不同是好事 但是像这样的我觉得从剧本从这个整个来说 我觉得还没有编织的更完美 我真的觉得完全没有打动我自己的心 我觉得在这样的场合我觉得你选择这个真的是不合适 我要说表演一下范甜甜 这么多场下来 我觉得这一次戏算是最多的了大概是吧 我其实对你还是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的 对 我是想就是我想请教一下 程如老师也在 我到现在我也真没明白 什么叫费力不讨好的作品 就真没弄明白 这作品我真的觉得是我那么多选里面我觉得最拿得出手的 最应该给观众看的作品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作品是我选了半天 我就随便玩一个那些太难了不是的 是那么多所有的拿过来选到最后 我们说做这个这个最牛 我们真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 然后 我也想说 就这个这个 一个好的创作 它是无穷无尽的 这个名字其实到今天才确定下来 叫中和礼一段 中和礼一段是今天我们在排练厅排练以后 我把我小时候和我奶奶在沈阳住的那个地方叫中和礼一段 它现在已经也不是房子了 我奶奶已经走了 我说我们这个段子可不可以我请求叫中和礼一段 因为每个人看完这个作品 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我和我奶奶中和礼一段在中间 我上中系的时候 中系刚毕业我奶奶去世的 我大概毕业两年 那两年我也没什么戏拍 就是刚毕业的小男孩又挺狂的 根本没有人什么找我拍戏 那个时候其实像冰冰姐啊 大为啊已经是明星了 然后我们都差不多大 比我大一些 我就看着他们特别羡慕 我特别想成名 那时候特别想赚钱 我特别想给我奶奶花钱 给我奶奶买房子 然后给我奶奶看 你看你看我你孙子都出去 但是我奶奶没有等到这一天 然后所以这个作品 真的让我今天让我想到了这个 它也是我 是我的故事 然后希望在天上的奶奶能够看到 我真的跟所有人的感觉是不一样吗 在看的过程当中 首先让我想到了 在学院那个图书馆的那个孙老师 他的孩子 他就是画画写字 然后他身上带着那种 你很想多看他一眼 很心疼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但他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他还跟你打招呼 但他不看你 他会躲避 所以我刚才 从秦浩身上表演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自闭症 与周围世界的每一组关系的 这种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是准确的 而且他在观看中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他没有描任何想要去表演 但是我从他那个眼神 他真的在看分十针秒针 不需要动机 他也不需要事件 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规定情境 我真的刚才感受到了 就是说奶奶与这个孩子 可能今生这个缘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他进入了生命 就那一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 我们的第二排第七位姐姐 当她听到您的分享的时候 她用出了浑身最大的力量 在给您鼓掌 这个戏是让我心 就是一直很沉很沉的感觉 就是这个戏 我们作为观众 说难听的一点 演员演戏观众看 让我感觉到了就是好的戏 因为我心就是一直很痛 就是说不准在哪个点 就把我感动到了 就是这个戏我从头看到尾 就是我一直就是心 很沉很沉的那种感觉 就很痛 演戏是给谁看的 给观众看的 观众认为好的就是好的 谢谢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我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说 可能观众想看的是巅峰对决 但是我们在台上所有的演员 都在享受演员的快乐 这个作品不考虑名次 能留下一个作品对我来说 比拿名次还重要 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能够特别特别开心的是 就是因为这个作品 它让我真真正正的只演一个人 我终于回到了演员的最本真 我在最后一个作品里面 我非常开心的 我纯粹地做了一次演员 田田 和师傅一起成长了十二期 有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我就从小大家都知道 我就特别想当演员 然后 有别过别过别过别 你得好过 其实我大学想考上系 然后上系不要我 那个时代不喜欢我这样的女演员 觉得像神经病像个疯子 然后我这一辈子 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 专业的老师的培训 然后刚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年纪也挺大的 比秦豪老师小 一两岁都快四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不用着急 田田 我那时候全国 每个温宜团地都不要我 是吧 对 四十二岁我才重返演员圈 不练习 我三十五岁 你还有机会 所以滑起来了 然后秦老师 又是一个这么轴的人 他就是一切都是戏 你就眼里只有戏 跟疯子一样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是觉得 其实我一辈子也没遇到 什么很好的老师 一开始我都一直叫他哥哥哥 我也不愿意叫老师 是 我觉得没到那师徒的情分上 不能讲 但是这十二期下来之后 我觉得特别是今天 我觉得秦老师让我看到了 就像他刚才说 真正的演员 应该去的地方 我觉得那也是我想去的地方 好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可以就是很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教育生师父 谢谢 哇 正式的拜师仪式 虽然 虽然秦老师说了 什么名次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当然 你干嘛来了 是 干嘛来了 你说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大胆地把你手中的一票 投给我们秦浩老师 感谢大家 那接下来 我们全场的三百位专业剑影团和二十位媒体剑影团 请行使你们的权利 演员稳定入戏 房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 开始 三百位一票相当于一票 二十位一票相当于两票 好 结果锁定 那接下来 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挑战嘉宾 李冰冰老师和学徒孟美琪 再一次来到舞台之上 有请 来自对决组的两位演员 李冰冰老师和秦浩老师的作品 已经画上了句号 有请十位特邀剑影团的成员 通过手中的OPPO Reno3 Pro 来进行选择 你是更支持李冰冰老师的作品 还是更支持秦浩老师的作品 请决定 这一票我投给了秦浩 自闭症患者 其实是自己在内心的世界 你演绎得非常的到位 我有把我的票 投给冰冰姐 冰冰姐和秦浩哥的作品 都非常具有温度 冰冰姐的完成度 可能比秦浩哥这边 真的要高一些 秦浩呢 从她的表演和演艺上来说 确实很到位 我可能会偏向秦浩老师一点 冰冰姐她的这场戏感同身受 我最后还是决定 要把这票投给冰冰姐 我的票投给秦浩老师 您和您的团队 把这个舞台变成了一汪清水 你们是清水出芙蓉 冰冰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当她站在那一束阳光之下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那个全新的冰冰 谢谢 目前李冰冰老师拥有30票 秦浩老师拥有20票 接下来有请导演组为我送上 专业剑影团和媒体剑影团的投票结果 有请 首先要公布的是 媒体剑影团投票结果 李冰冰 李冰冰 28票 秦浩媒体剑影团 38票 经过特邀剑影团和媒体剑影团的投票结果 相加 两位现在的成绩 打拼 所以最终我们的投票结果 是由我们的专业剑影团 他们的投票结果决定的 秦浩 专专业剑影团 249票 恭喜秦浩老师 对决组 秦浩老师和李冰冰老师之间 谁能够成功突围进入到终极对决 接下来公布李冰冰老师的专业剑影团 投票结果 李冰冰专业剑影团的投票数是 273票 和前面两票的总数的相加 一共是331票 恭喜李冰冰老师胜 浩子 谢谢 谢谢 都在心里 你更不用安慰了 因为你把总决赛当作一个展现自己作品 这么一个舞台 这三个月拍了六个 演了六个角色 其实在以往 三个月应该只演一个角色的 如果不来这个节目 而且秦浩老师 我刚才都说了 他为了我们演这个节目 都没演戏 这三个月 他说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太不容易了 谢谢您 给我们留下了六个经典的角色 您是我们心目当中 当之无愧的魅力巅峰 有请白玲璐 哇 曾经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影评团成员 诚如老师将为您颁发 当然此时此刻也要为甜甜送上节夜礼 哇 我也有啊 影评团给你的评价是 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演员就是你毕生坚守的梦想 你就是演员范甜甜 谢谢大家 谢谢师傅 恭喜秦昊老师 再一次感谢范甜甜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